中華館長 王妃美 二十六號 市場六港好興 物水下水的工程 市場了解 時間過程 降格 時間 期間 擇身民眾的部分 讓六港好興的物水下水的換人一聲 新聞以現代話 下期的重要指標 物水下水的是一項倉裡頭看不到的更新 不過算是開最多的經費工程 六港好興 物水下水的工程 按館長 王妃美 酒飲料哦 六港的貨索 按原本的三千多貨 增加到現在七千五百六十九貨 工程也來本作三個處理 總經費是二十五億七千九百萬 污水處理的一個管線 那現在做的是我們的支線 主線跟支線 那在這一波第一期的工程裡面 總共是有十二公里多 那目前已經實施了九點五 原本預計到明年才會 五月才會完工 那我們這個工期 也要謝謝我們這個台電自來水 大家都很願意幫忙 所以整個工期也會到年底的時候來完成 那屆時我們所施工的部分 也會搏油一併的這個鋪上去 讓大家更這個行車更安全 那很重要一個都市要美麗 那我想這個污水處理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雖然他坐在地底下大家看不到 但是呢 確實是能夠讓我們未來的環境更好 那他這個部分大概九十四%是由中央來補助 六%是由我們縣政府自己支印 那在這整個工程要特別謝謝謝議長及所有的議員大家幫忙 這個工程我們大概縣政府就要支付出大概一億大概八千左右的一個這個經費 再次的謝謝議員他們的一個支持 那我常常說一面頭一面刷都要買回來的地方 只要對地方有需求的我們都已經會全力以赴 那大家一起來維護我們的一個這個環境 讓我們的環境能夠更加的一個優質 未來的污水工程完成之後 將在一億一年八月一行用後再講工程 到時尊大修正每個幾乎的生活污水 輸出原本的化粉底 生活污水不在白風到水高了 都做回收一個水準完回收中心處理 除非的環境不在那少 可以到處地改善 大家好新聞林貴英 有剛才紅布德